今日财经快报 未经过空前的资金涌入加密市场 比特币不断创新高 比特币近期不断刷新记录高位 此前一度涨破73,000美元枚关口 比特币的涨势是由于最近流入加密产品的资金规模空前 以及数字代币供应增长即将减缓 美国联合航空CEO希望以合适的价格购买A321neo喷气式飞机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Scott Kirby周二表示 只有在价格合适的情况下 该公司才会购买更多的A321neo喷气式飞机 以填补波音737 MAX10飞机延迟交付留下的空缺 美股光伏股多数下跌 拜登政府3月11日在预算报告中宣布太阳能补贴方案 Ascent Solar Technologies跌超5.5% Emerine Group跌4.6% Machion Solar Technologies跌3.9% Scholes Technologies Group和光伏逆变气生产商Enphase Energy至少跌3.6% 沙特阿美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将增加150万捅日 沙特阿美CEO Emin Nasser表示 受中国和印度的推动 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将增加150万捅日 它的预测远低于欧佩克225万捅日的需求增长预期 灰度计划分拆其比特币现货EDF 以降低投资者成本 数字资产管理公司Grayscale Investments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此次分拆是为了向投资者提供更低费用的比特币投 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将全面实施 中国证券网上正报中国证券网讯 3月1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讨论通过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方案 2024-2030年 比特币涨穿7.3万美元 数字货币概念股涨跌各异 比特币占上73000美元枚 日内涨超1% 数字货币概念股涨跌各异 Bitdear目前跌7.27% BitDigital跌4.3% Stronghold跌超4.0% BitFarms跌3.3% 网红券商Robinhood跌2.2% 重要控股首个受用疫苗省级总贷项目落地 中国证券网上正报中国证券网讯重要控股传来消息 日前公司与金与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达成合作 授权成为其狂犬并灭活疫苗省级总贷 早盘 美股继续上涨那只上涨0.5% 12日晚 美股周二早盘继续上涨 美国2月CPI环比上涨0.4% 同比上涨3.2% CPI同比涨幅超预期 意味着美联储至少要到夏天才能开始降息 华东重机 近期中标和签署多个境内外智能化港口装卸设备项目 中国证券网上正报中国证券网讯华东重机公告 公司近期中标和签署了多个境内外智能化港口装卸设备项目 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为14亿元 美国2月份CPI报告五大要点 一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指数连续第二个月超过预期 环比涨幅0.4% 与1月份持平 住房成本仍然是通胀的最大驱动因素 尽管等效租金指标下降到0.4% OPEC石油减产预阻伊拉克产量持续超过配额 石油输出国组织最新的石油减产行动陷入停滞 因为经常无视OPEC协议的伊拉克产量连续第二个月超过其配额 根据OPEC的一份报告 在2月份 英国央行官员Mann称投资表现不佳令人担忧 英国央行决策官员Catherine Mann表示 英国落后的投资水平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并且经济严重依赖少数大公司和金融巨头带来资金 苹果向欧盟妥协 允许开发者通过其网站提供iPhone应用 新浪科技讯3月12日晚间消息 苹果公司周二表示 从今年春季开始 使用App Store的软件开发者可以通过他们的网站 直接向欧盟用户分发应用程序 美国通胀数据较预期火热 但并不极端 Bokey Capital Partners分析师Kim Forrest表示 美国2月CPI比预期的要火热一些 因为这是连续第二个月超预期 投资者将看趋势 而不仅仅是一个数据点 西班牙央行上调该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期 当地时间3月12日 西班牙央行公布的最新预测数据显示 该国2024年的经济增长幅度为1.9% 比起此前的预测数据上涨了0.3个百分点 分析师 美国通胀数据没有大幅上升 市场泰然自若 Raymond James经济学家Eugenio Aleman称 市场对美国2月通胀报告似乎反应良好 这不是一个大的跳跃 核心通胀率同比继续下降 这意味着情况正在改善 高盛雄心勃勃你五年内将私人信贷投资猛增至3000亿美元 高盛GSUS的资产管理部门计划在未来五年内 将其私人信贷投资组合从目前的1300亿美元扩大至3000亿美元 这是一项雄心勃勃的扩张计划 开盘 美股周二高开 美国2月CPI超预期 12日晚 美股周二小幅高开 美国2月CPI环比上涨0.4% 同比上涨3.2% CPI同比涨幅超预期 意味着美联储至少要到夏天才能开始降息 对冲击金无比看好美股后市 杠杆水平接近历史高位 根据媒体援引的两名投资银行业消息人士透露的数据 以及华尔街大型商业银行近期发布的客户报告显示 对冲基金当前在以美股为主体的全球股票交易中使用的杠杆水平接近创纪录 市场可能更关心经济不着陆的情况 因而对高于预期的通胀不以为意 SimCorp应用研究部门管理董事Melissa Brown认为 美国2月通胀略高于预期 尤其是核心通胀仍然显著高于2%的目标 市场似乎对此不以为意 这有点令人惊讶 美联储难乐观美国核心CPI连续第二个月超过预期 美国周二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 剔除食品和能源成本的二月核心CPI较一月份上涨0.4%同比上涨3.8% 美国二月份基础通胀率连续第二个月超过预期 二手车 美国航空预计QE每股亏损接近指引范围低端因燃料成本上升 格隆会3月12日由于燃料成本上升 美国航空公司预计2024年第一季度调整后 每股亏损在先前预测范围的低端 接近每股35美分 该公司此前预计调整后每股亏损介于15美分至35美 沙特阿美考虑在中国进行更多投资 北京3月12日电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日前公布的2023年财报显示 沙特阿美看好全球石油市场前景并致力于开展中国业务 瑞银CEO 受益于季节性因素一季度有望缩小与美国同行差距 瑞银UBSUS首席执行官Sergio Armadi周二表示 该行第一季度一直受益于季节性因素 并有望缩小与美国同行的差距 但也指出该行赶上美国华尔街巨头仍需要时间 美国2月CPI反弹 美债走势震荡 美股期货先跌后涨 英伪达盘前涨超2% 长家率盘前美股芯片板块反弹 连跌两日的英伪达盘前涨超2% 台积电涨超3% 港股大涨带动除日本外亚市普涨 日元汇率小幅下挫 美国CPI公布后 美联储三月按兵不动的概率维持不变 6月降息概率提高至63% CME美联储观察 美联储三月维持利率在5.25%至5.50%区间不变的概率为99.0% 降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1.0% 到5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为87.9% 累计降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12.0% 5部门加强乡村建设项目库和任务清单管理 0.57分农业农村部办公厅等5部门发布关于加强乡村建设项目库和任务清单管理的通知 其中要求已是列明任务清单基本要素 美国核心通胀率在超预期 降息路上再添警告信号 今年2月 美国基础通胀率连续第二个月超过预期 强化了美联储在降息方面的谨慎态度 周二公布的政府数据显示 剔除食品和能源成本的核心CPR较1月份上涨0.4% 同比上涨3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